最近又有兄弟向我投稿活影区里面一个比较炸烈的事 可以说是一个骚扰引发的连锁反应 从聊天记录看是有人在劝这个无心不要去影响别人 活影玩家之间开玩笑随意但是不要找别人的朋友 当然这位玩家也是不服气 让他发聊天记录 聊天记录就是这张图 他问别人朋友的名字想逗逗他 当然了他认为这不叫骚扰 大家可以判断一下 认为人家没告诉他名字应该也不算骚扰吧 但是后面事态的发展真是让我大跌眼镜 反正就是大家劝他 但是这位兄弟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妥 主要那个人好像还是一个女生 他也不认识 我觉得不给名字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看这位兄弟的回复 总感觉他们好像不在一个频道 主要是他觉得别人劝他的一个方式有点不对 说话才难听了 他还没有到那种拿游戏做优越感的程度 他只是不太理解 就问个名字怎么了 然后这里还有人起哄 说忍戒大战开始 开始劝他的这位兄弟说 那我去找你妈问你的名字行不行 但是这位兄弟理解成了你问候我家人 你问候我妈 我也是服了 然后刚才那个兄弟还解释一下 我是找你妈问你的名字 我什么时候问候你妈了 后面他们好像又要搬出一个更大的领导 然后大家就在劝 算了吧 这么点小事 不要再去找什么胡桃了 胡桃应该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大人物 说人间已经够烦的了 然后离谱的是啊 这个要别人名字未得到的兄弟啊 后来因为说不过别人啊 竟然花钱找人来帮他说啊 No 就是这位 他说的话也是比较打击人啊 说这个无心是一组的 他这个地位啊 是你一辈子的梦想 然后呢 还有转账记录啊 好像是50块钱 好家伙 这是让我大开眼界啊 有钱能使鬼推磨啊 然后还有他想花20块钱 找另外一个人帮他说话的记录 我有点奇怪 为什么找不同的人价格还不一样呢 是嘴上的活不一样吗 其实在我看来啊 这个事是非常小的一件事 最近这个无心的玩家 他想要别人朋友的名字 只是想开个玩笑 但是可能分寸没有掌握好 让别人不舒服了 其实此时啊 或者是在别人踢的时候啊 他适可而止 姿态稍微低一点就可以了 但是可能双方的火气都比较重啊 所以说导致了后续的闹剧 甚至还因为自己说不过 花钱给自己找嘴踢啊 就有点搞笑了 那么你对这个事是什么看法呢